我媽媽中風兩年 最重要的就是他們亂說 日常生活裡面,我覺得腳的打開是最重要的 現在腳打不太快 如果打不開,你硬打開的話 大腿有可能會斷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的時候 這裡一定要塞枕頭 這樣能夠塞兩個 所以我們下床的時候 跟在床上的時候 都要塞枕頭 因為我照顧的病人 會變成這樣子 整個大腿都 那大腿就會變得很麻 所以這個一定要斑開來 然後 腳的部分 這裡要把它拉開來 膝蓋要拉 然後你看他的腳趾頭 這裡要往上斑 這段活動 一定要往上斑 因為我們的循環 下肢的循環會變差 所以這個一定要斑 最少這個腳趾頭要斑 那腳趾頭很漂亮 所以腳趾頭一定要每個腳趾頭都要斑 我們氣的循環 拉到這裡再回到身體 所以這個腳一定要斑 腳趾頭,你看他腳趾頭很漂亮 那這個九十一歲 這樣是不是算摩特兒了 這樣啊 這個很漂亮,這個很好 這個手也是要幫他斑 腳跟手末梢如果能夠好 他就比較不容易痛 這樣懂齁 我們的目標 有兩個,第一個就是 維護他的尊嚴 你一個人沒有辦法 海菌 沒有辦法衛生 那他就活著沒有尊嚴 所以這個一定要弄 第二個,就是要活著不痛 那活著不痛的秘訣 你要先暗示 就是腳跟手,這個末梢一定要伸展開的 這個手腳一定要伸展開的 這是我們,我們認為說 家屬啊,照顧的人 可以給他的幫助 這樣好不好 所以 沒有